感谢观看 敢暴露我身份你都死定 我不想笑到我女儿 你要五瓜肉还是瘦肉啊 陆岔王 请您尽快回王城 呼应大家 三日后 我会命州长为我女婿 在郑城大酒店 去行风降大典 风降大典过后 我就会带我女儿回王城 太好了 这么多年过去 陆岔王您终于愿意带大消息回去了 妈 好嘞 您的肉 快走 快走 原来 这就是我们的大小姐啊 妈 你找我有事啊 今天是中秋节 我特意买了月饼 你拿回去吃 妈 这么多年了 一直都靠你接近 我 我是你妈 帮你不是很正常吗 妈 花儿马上就要进身为战将 以后女儿一定会好好孝敬你的 再也不让你辛苦了 好 你是个臭女人 是不是又偷懒了 到现在她都没有做好 妈 我没有偷懒 我一个人处理这些鱼虾 所以耽误了点时间 你什么意思 是怪我们没帮你吗 妈 我真没有 快点 可不 妈 我真没偷懒 儿子 不用跟她废话 她就是欠的啊 给 给我狠狠的办法 不要 不要打我 你是当初看你把脉肉还龙转的 你觉得我会挺你吗 哎 我不能挺你吗 哎 哎 可是最年轻的来讲 就是你这种鲜毛鲁 你连给我提起来都不配 啊 我什么你还忍 啊 你走啊 我走走啊 别打了 别打了 教学他一下就行了 没真把他给打死 不然每个月的八十块钱 他妈就都给他 你们这些人 让 警告 你要是敢告诉我 我把你们吃的都走 啊 听见没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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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快把饭做好 乱过来 哼 啊 啊 啊 来 儿子 哎 你别二三 你也可以上桌吃饭 可是这些都是我妈买的菜 臭人 敢给我妈顶嘴 孙女妹给我跪你 等我们吃完你再去 废呐 啊 这我让你跪着你聋了吧 两杯子给我跪着 没 我都会 喝酒了 别碎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来吃 我来吃饭 我来收拾干净啊 哎 臭女人 你敢心桌子 啊 就是 狠狠的 快点 还想跑 你给我站住 有人竟然敢欣诛词 我让你欣诛词 我让你欣 我让你欣诛 你觉得我对你很仁慈是吗 我让你欣 我让你欣 欣 我不要打死 他哪有打死人命 告诉你 我马上就要成为大下宫最年轻的战争 天空不可限量 就算把你打死 都没人回处 你让你欣 这是楚怀案将领吗 我是州长的部下 州长有钥匙让我转到 饭饭 你听着州长 最讨厌欺负你 我爸 这怎么办呀 陈长官 里边请 陈长官 陈长官 您大下光临是有什么知识吗 州长说 你是大下国最年轻的三星战将 前途无量 特意给你举办风降大陆 就在三日后的正成大陆 听我谢过州长 听说楚战将已经许疑 怎么没见到你夫人 陈长官 那个大人啊 你有所不知啊 我那个儿媳妇啊 可不好伺候了 我给她做好饭 她是嫌我这个老太婆做的饭难吃 把桌子都给掀了 我不过呀 就说了她两句 她就赌气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不愿意出来啊 没错 我妈说的没错 倒是没想到 大小姐的脾气居然这么棒 三日后的风降大陆 罗刹王和大小姐也会参加 到时候 你可得好好表现 是 陈长官 陈长官慢走啊 慢走啊 慢走 妈 你听到了吗 陈长官说 罗刹王和他女儿又来参加我的风降大典 这罗刹王 他可是大厦国的战士 那他的女儿更是地位敦闯 战场里来说 他是不可能来参加一个战将的风降典礼 除非 除非是吗 除非 罗刹王 他是有意而为之啊 我知道了 你的意思是 罗刹王是有意附和我跟大小姐 难怪啊 难怪陈长官说要我表现好点 哎呦 真后悔啊 提前去了小玉交那个臭娘们 要不然我就能做 罗刹王都你去了 哎呀 怕什么 那不是还能放弃吗 妈 还得是你有办法呀 不过 咱们养了他好紧 这么弄死他有点太便宜他了 哎 哎 三天之后我就是风降大典了 我现在需要一笔钱 你给咱妈打个电话 让他给我拿点钱来 可是半个月前 我妈才给你打了一碗 你又快能做什么 他还让我罢光了 打不打 打我把你吹打盾 你就是打死我 我也不会再给我妈打电话要钱了 啊 不打是吧 要是不打的话 吓死我了 下一个就能让你骂了 我打还不行 我打 算你这是 打 这次你要多少 两千够不够 两千 你说是大把叫花子呢 三天后的宴会 来的可都是正成大下族的人物 就连罗刹王和大小姐都要来 要没很多东西的 最少 你得这个数 最少 你得这个数 五千 臭女人 我说的是五万 你现在就给你妈打电话 换票五万 我妈这么多年 心心不够赚得起 都被你们花了 她哪里还有五万 你们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 我就是去问你们怎么了 当初要不是看你们娘俩好拿捏 我会让我儿子娶你 快点 打电话 叫什么 叫你不打 你打不打 打不打 别打了 别打了 别真把人给打死了 你看看她那个样子 估计她那个便宜妈呀 这土里 确实没钱了 三天之后的逢江大地 没钱怎么办啊 村里的张军 不是一直喜欢她那个便宜妈吗 而且还说愿意给八万发的财力钱 我们就把她那个便宜妈弄给张军好了 对啊妈 整了这八万发 大家就不用愁了 爸 还得是你有办法 那是 择日不出状 今天 就安排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你还不赶快给你那个便宜妈打电话 妈她可以骗过来呀 不行 我绝对不会打她 你 你 打不打 桓安 我求求你了 看她我是你老婆的份上 你放过我妈好不可 你 你也被自杀我儿子的老婆 我可警告你 我儿子将来可是要许罗刹王的女儿 你 搞我看不出你 小费 孟 你个臭女人 你这儿给摇我 你给摇我妈 我告诉你 你要干坏的 我老是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你 不打是吧 你不打我不打 李副官您怎么又来了 州长得知您要参加风降大典 刻意让我带人给您拆解 这些人最低都是五星战将 多吵多吵 你们都先起来吧 焦焦啊 妈 我是怀安 我是怀安 怀安 怎么是你 焦焦呢 焦焦她在厨房做饭 她说让你晚上一起来过中学节 特地做了名最爱吃的小龙虾 好 妈 你别说了 我不要帮你 慢点 我好像听到了焦焦的声音 焦焦你过来 特意让我嘱咐你了 没事我去先过了 好 我一定去 我现在就过去 给焦焦一个惊喜 臭女人 你真可以咬我 我知道你们母女情绪 放心 昨晚上你妈跟张学子睡觉的什么 我也不会让你闲着的 你干什么 干什么 到时候啊 你就知道了 她妈真愿意跟我睡觉啊 哎呀 那是当然了 事成之后 你可千万不要忘了你答应我的事成 只要我能得到她妈 事先说好的 把我怕 我一般都不会少 哎呀 吐了吐了 走走走走 快 你有什么事冲着我 不要针对我妈好不好 我妈这么多年为了我已经够辛苦了 我不能再让我妈以为我受辱 求你放过她吧 什么叫受辱 你妈这么多年 身边没有一个男人 我是不信 她不想 我们呢 也是为她考虑 让她体验一下 做女人的感觉 哎 就是 就是 你放心好了 我一定会让你妈 做父的 哈哈 你们 我 看在我们赴机场的份上 看在这么多年 我妈一直给我们拿钱的份上 求求你 你就放过我吧 好不好 我可是大下宫最年轻的战将 当我的妻子 你也配 未来的妻子 可是罗刹黄的女 行 让我放过你吧 也可以 你跪着在院子周围爬一屁 一边爬一边雪狗叫 我们就饶了你 你不太过本 不爬是吧 等晚上你妈来了 可惜我来不及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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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上 我们这是要去哪 去我女儿家过中秋 我怎么胸口有点闷 难道焦焦出什么事了 李主官 开快点 是 主上 开不快点 你是不想救你妈吗 哈哈哈哈 救他 哎 哎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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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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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视频要是被他们看的 哈哈哈哈 他画面一定很精彩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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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我完了 你现在可以放过我妈了吧 哦 我当你放过我妈了 啊 来 来 起来 哎 不过 你误会啊 我只是说我放过你妈了 可张雀子愿不愿意放过你妈 她不给我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都想你妈 好多年了 这好不容易有个机会 我怎么能放过她呀 你这身段倒是跟你妈一样好啊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 你也代替你妈 给我顶我睡觉 哈哈哈哈 哎 去屋里睡觉多没意思 就在院里睡 我还能帮你们录视频呢 哈哈 这 这有点太过分了吧 哎呀 你怕什么呀 我儿子 不仅是周长 即将亲风的战将 而且 未来还要举罗刹王的女儿 你就算把她做死 倒没事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在院子里录像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臭女人 你这还老子 老子这就八光你的衣服 抓住你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啊 啊 啊 舅舅 舅舅 这个臭女人 怎么提前来了 这 这 这些人是 我不知道 舅舅 他们是不是欺负你了 妈 我没事 他们没有起步 你快走 你快回家 既然你妈也来了 正好 那就一起伺候我好了 哎 李副官 把他给我废了 是 把他给我盯出去 是 三日后 就是你的风降烟 这个时候 可你千万不能出大事 一切 等彭家言过去再说 啊 知道了吗 哎呀 哈哈 幸迦 你啊 哎呀 你怎么提前来了 又不说一声呢 小舅 你们是吧 提前来了 怎么又不说一声呢 啊 刚才怎么回事 妈 哎呀 哎呀 你要是跟狗主 不计把你们娘来起动 哎呀 你看你这衣服 怎么这么好看 我说到做到 妈 我 我没事 哈哈 你还说没事 刚才要不是我出手 你就要被那个 占便宜了 楚欢 这到底怎么回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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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都是那个张不全了 他呀 一直都想要占娇娇的便宜 还说 要给我们八万块钱 让我们把娇娇卖给他 什么 是啊 闻心去就很多次了 但是没想到 他打大包天 直接找家里来了 那刚才张瘸子 这娇娇动手的时候 你们怎么在一旁站着 那是因为张瘸子说 他儿子是正宠 陈守复的女婿 我没感动 对 妈 幸亏你来得及时 就先来娇娇 妈 你不信你可以问娇娇 妈 妈 嗯 妈 华恩说的都是真话 哈哈哈哈 小焦 让你受委屈了 你放心 以后张瘸子再也不敢欺负你了 谢谢妈 你不知道哪个脉肉臭女人 从哪长来的这些朋友 哎 对了亲家 你看你好不容易来一套 我们呀 去给你做的好吃的 你暂时等着 妈 我去把没洗完的衣服洗了 妈 我来吧 哎呀 这些活我都做惯了 拿舍得请帮忙 这些活呀 我们来做就好了 哎 你去那边等着吃就行了 对啊 娇娇 你陪咱妈聊聊天 你的邪我来说 就是 怎么了 我看看 你 你这伤怎么搞的 你 你这伤怎么搞的 我 我没事 这伤是我自己不小心弄的 妈 昨天晚上你姐姐给我闹着玩 一不小心就 原来是这样 看到焦焦跟淮安感情不错 我也就放心了 对了 淮安 三日后就是你的风降大典 李副官 在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这 这怎么好意思啊 这张卡你收着吧 到了风降大典那天 我会给你和焦焦更大的惊喜 谢谢妈 小焦啊 那我回去了 爸注意安全 走了 妈 你说那臭女人哪来那么多保镖和后车 谁知道 谁知道 是当了哪个有钱人的情妇 呸 刘烈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吗 看在刚才你表现不错的分时 我现在饶了你 你要是再看废话 我就把你和你妈妈系列走坏 哎 儿子 快看看 他给你的那张银行卡里 有多少钱 别急 我这就查 这怎么可能啊 啊 儿子 这 怎么了 这卡里只有一万 什么 就给人一万块钱 我们撑了他这么久了 就给我们一万块钱 大会要办的呢 你万已经很多了 你妈他要卖很久的时候 你走什么 你妈想要钱 那还不是两腿一张的事吗 你们不能这么说我妈 你妈自己耐不住季孔 去当别人情妇 你还不着说了 就是 刚才那么多男人 说不定啊 他早在那边烂了 你们 我没有 你和我服是不是 这一块绿佩 好像值点钱啊 这块绿佩 好像值点钱啊 这绿佩是我从小带的 不能抢走他 你还敢挡 把我预备 成为了 什么你的预备 现在就是我儿子的 呸 你们不能带走他 你想到小玉交那块 玉佩这么值钱 这两个没十五万 妈 我一定会亲手 把罗刹王的武器 幽冥编交给他的 例如啊 你上次见罗刹王 还是二十年前 妈是怕你认错人 得罪了罗刹王 妈 不会的 我认错谁 也不可能认错罗刹王 你就放心吧 你瞎 没想到这小小的正常 竟然有如此英俊的男人 对不起 实在是因为小姐 长得太漂亮 所以我才 真的 真的 不信的话 我可以发誓 发什么誓啊 我问你 楚怀安家怎么走 你知道吗 你说的是那个 过两天要参加 风降宴的楚怀安吗 对啊 难道你认识他 当然认识 因为 我就是楚怀安 大下国最年轻的 三星战将 果然名不虚传 小姐给我讲了 不知您是 我特意从京都赶来 参加你的风降宴 你说我是谁 你是大小姐 只有我妈在京都的地位 我确实当得起 大小姐的称呼 算你实相 还不 快给本小姐指路 这位是 妈 这位小姐是从京都来的 可以来参加 三日后五的风降宴 她就是大小姐 什么 大小姐 真的来参加 你的风降宴了 那个贵客 快请进 快请进 小姐请进 快请进 饭马上就做好了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够做饭 她是 我是楚怀安的老婆 她不是我老婆 她是街上一个 卖肉的女儿 她这有点不太好 一直会想是我老婆 原来如此 不过一个神经病而已 也想抢我看上的男人 走吧 走吧 我 我不是神经病 我真是怀安的老婆 我 我真是怀安的老婆 我让你胡说 我敢警告你 你要是敢怀了我儿 跟大小姐的好事 我就让怀安送死 你跟你妈 尝尝吧 你先吃 你嘴上有东西 我帮你擦一下 怀安 我好像 有点醉了 快把大小姐 扶回房间啊 妈 你 我在你们的酒里 下了灰春伞 今天晚上 就是你们的洞房花烛夜 可没狗人他妈 等你 跟大小姐 兄弟煮成熟饭 那你就是罗刹王的女婿了 到时候 你还怕他一个 卖肉的 别人不成 妈 还得是你有办法呀 华 你们 你们什么你们 睡都睡了 叫什么叫 烦不烦 其实我早就猜到你是楚怀安的老婆了 但楚怀安他不喜欢你 他喜欢的是我 不是你 你看看你做的好事 大小姐你别生气 小小姐 小小姐 大小姐 你多怪 大小姐 小小姐 都怪我不好 没有看好这个天经病 让他跑出来 打扰了你们 打扰了我不要紧 明天的风降宴上罗刹王也会来 像是冲撞了罗刹王你们担得起责任吗 放心 我现在就把他绑起来 绝对不会影响明天的风降宴 过了 这还差不多 明天就是风降宴了 走 陪我在正城逛逛吧 好 明天就是风降宴 会有很多人参加 他们都知道我是楚怀安的老婆 你就不怕昨晚的事情传出去 变成了正城的笑柄吗 我害怕极了 所以我跟淮安早就已经安排好了 你们想要干什么 干什么 等明天你就知道了 是 你 主上 您放心 属下早已安排妥大 务必把故意的风降宴 办得风风光光 我失去记忆十多年 受苦最多的便是娇娇 如今我即将重回京都 娇娇 明天我会向大厦所有人宣布 你是我罗超王的女儿 我要让这大厦国 再无人感激 你 你可真是来着 楚战将 你总算是来了 这位是正城的陈首 楚少年纪轻轻就突破战将 吼声可畏啊 先别过奖了 这位是正城的秦家主 这位是 我的身份 你还不配知道 不好意思啊 怀安 妈 你来是给我送礼的吧 是 娇娇呢 娇娇在里面 你要看她的话 可以先把礼给我 这份礼 我要亲自交给她 你没完了是吧 凭你一个卖肉的女人 也配来参加我的风降宴 宠怀安 你什么意思 娇娇呢 张涛 你要干什么 你放开我 去 要不是因为你这个 我爸也不会被废掉 今天 我就好好玩玩你 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就是个人尽可负的 华安救我 华安 别挣扎了 就是你老公把你送给我的 来 喝了这杯酒 我们再好玩玩 不 我不喝 张涛 别放我 娇娇呢 你的女儿 她现在正在和别的男人 睡在一起 我了解 娇娇 你别想污蔑她 是不是污蔑 你很快就知道了 诸位 我想问问 如果我的老婆对我不忠 跟别的男人 私困在一起 我是否有钱 单方面解除婚姻关系 按照大夏律例 如果有确凿的证据 证明对方不忠 确实有钱 单方面解除婚姻关系 那就 请看大屏幕吧 救命啊 来吧 你放开我 这女人是谁 居然如常不要脸 好像是宠政家的老婆 太有声不幻了 这种女人 这种糖都会闻过人 你放开我吧 怎么可能放开你 佼佼在哪 这女人是谁 速度好快 是啊 我都没看清她怎么出手的 除了将军被她扣住了喉咙 该不会是个高手吧 你这个臭卖肉的 快送送我儿子 女人 在我面前也敢动手 今天要是敢杀了我男人 我学历落发室 定不会饶了你 救命啊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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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竟敢砸我 站住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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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告诉妈妈 有没有哪里受伤 妈 我没事 我没有让人占便宜 也没有给你丢人 刚没有做那种事情 你这个砸我 成头子了 这个怎么办 天呐 这可是州长大人亲自为处战将举行的风向宴了 他怎么可以在这里杀人 这是不是疯了 原来看在我的风间也是杀人 那又如何 你这个臭没肉的 婚姻虚虽然混账 但你凭什么杀了他 你不配 配不配不是你说的算吗 好啊 你这 竟然敢打我 来人啊 给我弄死他 妈 别怕 佼佼放心 一个一个打太浪费时间 一起上吧 你 你 你居然有功夫 不管怎么样 我都叫过你什么 我以战将的身份保证 只要你可投降 我会留你和娇娇的命 战将 你这个战将的身份 我随时可以收回 从现在开始 你什么都不是了 从现在开始 你什么都不是了 你胡说八道 我的战将身份可是罗刹王七叔 周掌清风 你凭什么说要收回 别说你一个区区战将 即便是周掌亲礼此地 也得向我跪地行礼 这女人是个疯子吧 竟然敢口出狂言 等周掌大人来了 她就有苦头吃了 周掌还有多久到 应该 应该还有半个小时 太久了 我 我命令你十分钟内 到达郑城大酒店 不然的话 你这个周掌就别做了 是是是 加快速度 不必要在十分钟之内 到达郑城大酒店 哎呀 这个傻女人真是疯了 你要大祸临头了 你这个 不 我原本还打算留你一条命 没想到你居然在这里破碰 为了罗刹王和周掌 不怪罪我们 那就不要怪我心寒手辣了 不过在此之前 我儿 要先撇清 跟这对母女的关系 妈说的没错 大家都看到了 这对母女一个风声 一个无声妇道 从今天起 我楚怀安 小野娇解除婚姻关系 此以后 乔归乔路归路 各不相干 楚怀安 你筹谋了半天 就是为了现在吧 你什么意思 你一直觉得 我儿娇娇配不上你 却一直享受她的付出 有了其他女人后 便想甩了娇娇 但你却怕名声有损 所以你便让人玷污娇 彻底毁掉 娇娇的名声 已达到目的 楚怀安 你简直撞狗不辱 欢 有我你怕什么 你就算说对了又怎样 难道你还敢对我动手不成 我告诉你 我未来的老婆 可是罗刹王的大小姐 罗刹王的大小姐 就是说 难怪我第一眼看你 并觉得您长相不凡 原来您竟是大小姐 哎呀就是啊 老夫要早知道您是大小姐 肯定携全家登门拜见 你说你是罗刹王的大小姐 有何证据 楚怀安这个蠢祸 我什么时候说我是罗刹王女儿了 不过眼下为了不丢面子 我必须先承认 只有我妈跟罗刹王的关系 相信罗刹王知道后 不会关随我 我当然有证据 我知道 假使幽冥鞭 幽冥鞭 想着这罗刹王亲临呢 是前面 如前王呢 要叫你不须跪 大胆 见到幽冥鞭 若见到罗刹王本人 也胆敢不跪 是想对罗刹王不敬吗 见到幽冥鞭 若见到罗刹王本人 也胆敢不跪 是想对罗刹王不敬吗 妈 我们还是跪下吧 娇娇 别怕 妈问你 你还喜欢那个楚怀安吗 妈 楚怀安他 气我 熟我 我不会再喜欢他了 以后我只想陪在你身边 照顾你 再也不离开你 好 楚怀安 你听好了 从现在开始 你被我女儿修了 你简直不知死活 见到罗刹王的幽冥鞭 不跪吧 也就算了 竟然还敢大放厥词 等周长和罗刹王一斗 就死定了 废话太多 娇娇 跟我来 这想做什么 那可是罗刹王和大小姐的位置 快拦住他 不能让他靠近 陈长官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把他拦住 那个位置也是他配坐的 快把他拉下来 佼佼 坐 怎么回事 这幽冥鞭 你还不配那 快下来 那可是罗刹王和大小姐的位置 你们两个被拦住村府 根本不配坐在那里 就是就是 你们快下来 你坐死 可别连累我们 快来人 把他们两个弄下来 这是打火临头了 打火临头了 本来还想着 怎么弄死你们两个 现在你们自己找死 就不用怪我了 妈 要不我们还是起来吧 这可是罗刹王和大小姐的位置 佼佼别怕 妈妈就是罗刹王 从现在开始 妈妈不会再让你受半点欺负 你不过是个卖肉的 你女儿 也是人尽可负的 你居然还敢在这里 放出罗刹王 你 妈 妈 你居然敢对我妈动手 怪只怪他嘴巴太臭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竟然敢冒充罗刹王 我本就是罗刹王 何须冒充 他是罗刹王 你撒谎 罗刹王怎么可能是你这种村妇 大家不要相信他 我以我大小姐的身份保证 他不过就是个骗子而已 你可真是个疯子 居然敢说自己是罗刹王 你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 你又是罗刹王 我就是罗刹王他弟 真是笑死我了 哈哈哈哈 不原本还想留你一命 没想到 你居然如此出言不逊 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哼 我可是正常首富 我女儿更是嫁给了京都首富马家 您不是菜座的各位 就连周长都要给我几分面子 你一个小小的屁股 又难道我怎么办 这个 死了 死了 好啊 你居然敢杀了陈首富 我告诉你 周长马上就来了 你死定了 周长到 周长到了 周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人 都是这个该死的 他冒充罗刹王 你看 陈首峰不过质疑他的身份 他就把陈首峰杀了 是这样没错吗 没错呀 这个姑姑还大言不惭 还说您十分钟不到 这个钟长就别做了 真是胆大包天 混货 大人 仇战将刚才宋说的句句收拾 我们在救的所有人全都可以作证 这样的做就应该立即处死 没错大人 只有您一句话 我们现在别收拾它 哦 你们都很好啊 大人给我讲啊 这都是我能应该做的 陈天亮 大大人 请开 大人的名会 岂是你能喊的 大人 主绍 怎么跪下了 宣布我的命令吧 是 本州长现在宣布 吉日起取消楚怀安的 颤将封号 并且 废除她的功力 和一切特权 哎呀 他真是什么大人物 哎呀 看来我们之前小看了他呀 妈 你好厉害呀 妈说过 妈会让所有欺负你的人后悔 楚怀安 我不杀你 让你死太便宜了 我会让你好好尝尝 从天堂跌落地狱的滋味 不要 兄长大人 大人 你最看着我 还送各种天才地方住我 难道就也只正看着我被废吗 若不是主上 谁认识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不敢恩戴德也就算了 居然还敢欺负主上的女儿 你真是胆大包天 你是自己动手废除功力 还是让我来帮你 你 大人 救救我 你不能这样对我 李洛 救我 骆岔王 是我有眼不识真龙 你饶顾我好不好 我错了 你 快点放开他 女人 你若是让州长收回命 跪下来求我 或许我可以考虑 少女而已 我原本不想对你动手 你自己作死就不要怪我了 骆岔 骆岔没事吧 你 你居然 废了我的功力 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李洛 骆岔 求你放过我吧 我永远 我知道你 我是大人物 我现在知道错了 骆岔 骆岔 骆岔你可放过我 我认为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这一巴掌 是打你以前总打骂凌辱我 这一巴掌 是打你无耻至极 居然想让张涛侵犯我 这一巴掌 是对我妈妈而打 我妈辛苦赚钱给你 你居然还想打她的主意 主环 都到现在你还想欺骗我 你根本就是忠告不如的 妈 我做得对不对 娇娇 你打得很好 陈天亮 还不动手 是 不要 不要 打得好狠啊 秦家主是吧 之前是我永远不知泰山 得罪了您 您大人有大量 就饶了我吧 饶了你可以 但是你要交出 家族所有的财产充公 我相信你应该能做到吧 你看我都知道错了 我也给您道歉了 你不要照着有中长大人 为你撑腰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不愿意是吧 那我看你整个家族 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这 我愿意 我愿意 我这就吩咐 人家家里的财产 全部交过来 她和女儿在哪 住在郑城大酒店 二十五年前 南阳犯了边境 罗刹王宫身一人身入境 就像被抓百姓 却身中迷药 愿我一夜缠绵后离开 只留我一人守在边境 如今二十五年过去 我已成为大下战神 南阳 你早已俯首称臣 今天 我一定要找到罗刹王和女儿 诉说 我对他们的思念 佼佼是真的长大了 竹上 江战神来了 马上就要到郑城大酒店了 他 他怎么来了 陈天亮 这里就交给你 我先走了 江江 我们走 他怎么就走了 他肯定是怕身份暴露 所以才提前离开你 什么意思 你们刚才没听到 江战神 马上就要到郑城大酒店了 江战神可是罗刹王的人 他来了 那不就代表 罗刹王也要了 他肯定是怕 被罗刹王和江战神 揭穿他的身份 才跑的 我从口出 我劝你们两个人 最好少在这里胡说八道 周长大人 你一直维护那个女人 莫非 她是你的情妇啊 你 江战神到 他们人呢 江战神 他们已经离开了 什么 我说 你为何一直躲我 喂 妈 这里有人假冒罗刹王 不仅抢了我的幽冥鞭 还吹掉了我的功夫 你可一定要为我报仇啊 什么 女儿你放心 妈妈一定会将她随时挽断 帮你报仇 妈 你为什么要躲着江战神 他到底是谁 他 他是你爸爸 我 我也有爸爸 你没有爸爸 难道我还能自己怀孕不成 都鬼鬼祟祟的做什么 滚出来 妈 看来是有人不想我回京都啊 而且还不止是一讲 属下这种回城将这些叛徒全都揪出来 不急 我记得过两天就是京都马首付的生辰宴 你暂时先不要公开我的身份 我要陪他们演艺出大戏 瓮中捉鞭 瓮中捉鞭 简直像是要刺破天际一样 二十多年过去了 京都的变化确实很大 记得以前这里还没有这么多高楼大厦 在主上的带领下 整个华夏的百姓都安居乐业 自然全都富弃了 开车钱 小姐你没事吧 有没有伤到哪里 有没事吗 你呢 有没有受伤 没事没事 两个瞎八老 你们是眼瞎了吗 你们知道我的车是什么车吗 撞坏了我的车 你们赔得起吗 明明是你车速过快 差点撞到我女儿 还反过来怪我们 我就是开得快怎么了 别说没撞到你们 就是把你们撞死 又能怎么样 你知道我爸是谁 我爸可是京都首富 有权有势 谁敢得罪我 原来是京都首富马元的女儿 华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别说你们是马首富的女儿 就算马首富亲自来 也不能颠倒黑白随意欺负人 淘汰的小妈了 居然还敢嘴硬 我倒要看看 你究竟有多大能耐 这在京都 还没人敢跟我马秋荣作对 既然这样 那就报警吧 我相信警察一定能给我一个公证 你 你居然真大报警 我可是马元的女儿 妈 荣荣啊 你都在商场的礼拜天了 你怎么还没到啊 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妈 没事 我马上就到 刚刚有一点小事耽搁了 算了算了 你们不就是想要钱吗 真是麻烦 给你 真是晦气 拿着这些钱 以后别再出钱在我面前 路上 要不要属下去给她一个教训 她刚才的行为 简直太无理了 不急 她既是马元的女儿 明天是马元的生辰宴 到时候自然会进面 妈 这商场好气派呀 比我在电视里看到的都漂亮 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东西 妈妈带你去里面买的衣服穿 那家店 好 我们去看看 妈 这里面的衣服会不会很贵 你不用考虑价格 我女儿 值得最好的 请问夫人和小姐 要看什么衣服 把你们店最好的衣服拿出来 这款长裙是由全球著名设计师 MESA设计的 全球仅此一件 妈 这条裙子好漂亮 喜欢吗 喜欢就去试试 好 谢谢妈 你怎么在这儿 这是你这个香巴呢 能来的地方吗 荣荣 你认识这个人 爸 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 在路上额我钱的那两个香巴了 没想到他们也敢来这种地方 哎哟 真是太可笑了 有些人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香巴老也能来这么贵的地方买衣服 这里面的衣服你们买得起吗 妈 怎么样 怎么样 好看 我们娇娇真好看 真的吗 妈 我真的好看吗 当然了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妈 我看着他身上那条裙子了 我也要 嗯 妈 妈小姐 这条裙子本店只有一件 是限量版 请问这条裙子多少钱啊 这条裙子的价格是150万 这么贵 妈 我们还是不要了吧 哼 两个香巴了 买不起这么贵的衣服就不要使了 真是丢人现意 难道你们不知道 这种地方不是你们这种身份的人能随便试穿的吗 把他身上这条裙子给我扒下来 我要了 还愣着戴什么呀 你看这个香巴老的着装打扮 就是买不起150万的裙子 还不动手 小姐 马小姐看中了这条裙子 你还是快把衣服脱下来吧 买不起还要试穿 真是浪费我们时间 我知道了 我这就喜欢 娇娇别怕 这条裙子我们要定了 别说150万 只要我喜欢 这整个商场都是我的 吹牛也不打草稿 还整个商场都是你的 真是吓死我了 你以为你是谁啊 香巴老就是香巴老啊 永远改不了吹牛的本性 你以为穿着一件贵的裙子 你们就成贵族了 坐 我从来不吹牛 我说能买下这条裙子 就一定能 好啊 你说你不吹牛 那你倒是把这150万的裙子 给买下来啊 我倒要看看 你究竟有多大呢 说吧 妈 要不还是算了吧 这衣服太贵了 没必要为了争这一口气 不值得 我没有为了争这口气 他们不配 是因为你喜欢才买的 那有的事情 不用怕 看他们两个一唱一课的 简直要笑死人了 别装模作样了 这卡里到底有没有钱 别一会刷卡的时候显示 余额不足 那简直是要削掉大牙了 就是 要是我 早就没脸在这 待下去了 要是我能买这条裙子 你们要怎么办 你要是能买得起 我就 你就怎么样 你要是能买得起这里的衣服 我就自删十二根 怎么样 敢不敢赌 妈 你不要跟他们赌 他们不然好些 你这个赌注太小了 我不想跟你玩 加上我 如果你要能买得起这条裙子 我和我女儿各扇十二根 如果你要是买不起 就跪在商场门口 扇自己耳光 并且大声说 马小姐我错了 怎么样 这个赌业你敢接受吗 成交 刷吧 卡片读取失败 无法完成当前交易 果然 卡里就是没钱 真是丢人现 最高级别权限的至尊黑卡出现了 这是哪位大人物 逼逼商场了 卡片读取失败 无法完成当前交易 卡片读取失败 无法完成当前交易 怎么回事 这卡怎么刷不出来 夫人 您的卡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刷不出来 我的卡没问题 不可能的 我们刷卡机又没换 你的卡没问题的话 为什么刷不出来 什么没问题呀 我看这张卡 八成就是个假卡 别拿着这张卡装有钱人了 又不听不懂 哎呀 我也没想到 你们居然拿着假卡来忽悠人 真是活久见了 现在是你们自己到商场门口自闪耳光 还是需要我们帮忙啊 把你们这里最高的负责人叫过来 哎呀 这商场的负责人也是上京的权贵 怎么可能是你这种身份低下的香不佬 说见就见 真是不知天高地好 妈 既然他们想见 就把负责人请过来嘛 那时候有商场负责人见证 也免得说我们马家亲人太善 毕竟我们马家还是挺注重名声的 还是我女儿想的周全 那我就把骑经理叫过来 让我看看 他们在权贵面前是怎么丢人 去 把骑经理请过来 告诉他 我们马家人要见他 有重要的是让他作证 是 你们放心 这回呀 我会让你们死 明白 刚才 刚才是谁刷的卡 骑经理 你来的可真快呀 我刚让保镖去叫你 你可就过来了 马夫人 您也来陪女儿逛商场的 是啊 骑经理我请你过来 是因为总人拿着假卡 在这里冒充大款 我叫你过来就是做个见证 看看这张卡 到底是不是真的 这卡 这 果然还是骑经理厉害 一眼就看出来 这卡有问题了 这位女士 这张卡可以给我看一下吗 当然 这卡 原来真有这种卡 大人物 绝对是大人物 骑经理 这卡一看就是假的 还需要看这么长时间吗 我们家那么有钱 我从来都没见过这种卡 你还不快把这片子抓起来 放屁 谁说这张卡是假的 这可是全国最珍贵的至尊黑卡 全华夏仅此一张 你当然没见过 什么 这不可能 你一定是被那里骗了 他不过是一个相伴了 怎么可能会有什么真贼黑卡 千真万确 这张卡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尊贵和权利 拥有者可以享受我们商场乃至整个集团最高级别的服务 妈也太厉害了 不必如此 我只是随便看看 是 贵客 有什么需要 请尽管吩咐我 这怎么可能 他们怎么可能会有什么至尊黑卡 不可能 我绝对不相信 你们肯定是骗人的 他的卡如果是什么至尊黑卡 为什么刷不出来钱 你们肯定是骗人的 说 你们是不是有一腿 你们是不是特意编造出来 什么至尊黑卡来骗我们的 马小姐 震言 我女儿说的没错 如果真像你所说的那样 刚才这样卡为什么刷不出来钱 那是因为 普通的刷卡机根本无权刷至尊黑卡 只有特制的机器才有权刷 不过至尊黑卡的拥有者 在我集团任何地方消费 都无需刷卡 都可以免单的 还是刷吧 不能让商场吃亏 那就得罪了回客 来人 妈 如果他的卡真的能刷出来钱 我们不是要丢人了吗 不可能 我就不信这两个相邦老真能有什么制作黑卡 这张卡一定是假的 刷不出来 本次消费一百五十万 交易成功 这 这卡竟然是真的 他竟然真的有这么高级的卡 马夫人 您现在应该相信了吧 这张卡确实是全国最尊贵的至尊黑卡 现在你们该履行赌约了吧 赌约 什么赌约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就是 我们什么时候跟你赌过什么呢 看来你们是小赖赵 不过没关系 我有证据 李副官 是 你 你不能拍视频 你这是侵犯我们的隐私权 还不是怕你们不认账 毕竟口中无凭 还是得要录视频 来得比较实战 我可是马守护的当家主母 这么咄咄逼人 不怕得费马家吗 马家 我肖无双还没怕过谁 你 你不要太过分了 我马家可不是好惹的 那我倒要看看你们马家有多不好惹 不过在此之前 你们还是先履行赌约吧 我就算不履行赌约 你能拿我怎么样 你们言而无信 你就不怕我把视频发到某音上 我想京都首富马夫人的八卦 应该很多人喜欢她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那你以为你能走得出去 你们俩干什么 赶紧把这两只不给我抓起来 我看谁敢 马夫人 您这是要在商场闹事啊 骑经理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最清楚 这位是我们这里最尊贵的客人 你要在这里动手 那就是不给我们商场面子 你竟然跟他站在一边 我不站在任何一边 我只是在维护商场的秩序 你要是想闹事 那就请便 但是后果 请自负 齐经理 我们的事 我们自己解决 是 维克 那您小心 不是说要动手吗 快点 我还等着吃饭呢 动手 这 可是战神级的高手 怎么两下就被打倒了 都是废物 快放开我 就凭你还想跟我动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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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什么人 竟然怎么这么高都不高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们今天必须旅行赌院 开始吧 用点力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好了 你们可以走了 妈 我们真的要咽下这口气吗 这怎么可能 今天受的屈辱 我一定会让他百倍奉还 那我们该怎么办 明天你爸的寿辰先过去 让他们母女俩 死无赠身之地 焦焦 洗我很累的 你想好了 妈 我不怕 我不能一直被妈妈保护 我要自己强大起来 好 坐下 我教你运气 看好啊 主上 李副官 查得怎么样了 回主上 属下已调查清楚 四大护法中的白虎护法薛英 与朱穴护法赔四 私下勾结 密谋不轨 意图想窜拨您的位置 他们二人现在在哪 在白虎护法薛英的家中 我正要找他们呢 他们自己送上门来 我现在要去看看 这两个忠心耿耿的护法 焦焦 你先多练习几遍 妈妈去去就会 我听说 最近出现了罗刹文的消息 我让我女儿拿优明鞭前去郑城试探 但听我女儿梨洛说 那个女人是郑城州长的情妇 根本不是什么罗刹王 他敢废我女儿武功 我已经派人去刺杀他了 只不过到现在 那些人还没回来 这么说 还是没有找到罗刹王 真正的罗刹王 说不定早就死到什么地方去了 没错 等明日马首付的寿臣一到 我们便把这瓶毒药 吓到所有人的杯中 就算真的罗刹王回来了 也来不及了 到时候 整个大厦国 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 好大的口气 你们既然要作死 就不要怪我不念旧极了 谁 谁 是只野猫 我还以为有人偷听呢 是啊 以你我二人的功力 就算有人真的偷听 怎么可能察觉不到呢 来 喝酒 你到底是谁 在这里做什么 既然你不说话 就别怪我不客气 怎么是你 你怎么在这儿 主上 我终于找到你了 起来 其实早在半年前 我就发现薛英和裴斯行为异常 我便暗中调查 当时我很想告诉你 但却 就是因为这个事 我会自己处理 我还有事 先走了 主上 你真的不要属下了吗 属下虽然贵为战神 但是在这大下国 除了主上 我别无所求 莫涵 这世间有这么多女人 你不必如此的 主上 这么多年 我只有您一个女人 我知道 你不喜欢我 如果 你真的不愿意 公开我们的身份 我愿意默默地守护在 你和女儿身边 我求你 不要再赶我走了 我愿意默默地守护在 你和女儿身边 我求你 不要再赶我走了 我愿意默地守护在 我不是不喜欢你 只是我失去了一段时间的记忆 当我恢复记忆的时候 我教教都已经十八岁了 我不想你因此而蹉跎 跟随主上 是莫涵一生所愿 主上 您稍等我一下 和明 帮我继续调查好 我陪四合薛英 是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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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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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大厦战神江墨涵 您就是大厦战神 江墨涵 我一直很崇拜您的 娇娇 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他是你爸爸 真的吗 娇娇 我真是你爸爸 以后我会和你妈妈好好照顾你 我发誓 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你了 主上 怎么到这么偏僻的地方 我不想暴露身份 是 妈 他们怎么来京都了 肯定是周上 带着两个女人来的 大小姐 小心 谢谢你啊 好你个女人 难怪跟我儿子离婚 原来是自己在外面有灵眼男人 我来 我来吧 妈 你 你 你居然敢打我 我打你怎么了 这么多年你打我 骂我 羞辱 看在你是我婆婆的份上 我一直都忍着 现在我已经跟楚华安没有关系了 你要是再想侮辱我 我一定会让我妈杀你 你 妈 我一定会变得像你一样强大 我们走 你 你 你 没什么 我呀 你看这个女人 她笑笑得很 她那个妈 现在成了周长的情妇 怎么把我们放在眼里了 难道 我们要一直被这两个女人给欺负吗 妈 她现在是周长的情妇 武功又不低 谁敢得罪她 但是 李洛说了 一会儿马首夫的生辰宴上 她妈回来 到时候 她妈一定会把我跟李洛的心为心腹了 对对对 儿子 李洛他妈不就是罗刹王 当你见了罗刹王 咱们就有救了 对了 马首夫的那个生辰宴上 你一定要紧跟着大小姐 多介绍一点大人物 这算咱们以后有好车 妈 你放心 到时候我一定让我们你俩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王者 让他们跪在我们面前 向我们求饶 好 走 恭喜 妈 今天可真漂亮 怎么了 不开心 没想到 我外公居然去世了 可我现在也不能去送葬 熊肉 等你爸说成过去再回去吧 我相信陈首夫在天之灵 一定会理解你的 害我外公的人 我一定不会让他好过 一路 你在这儿啊 这是谁啊 是我在正城认识的 蓉蓉 我先失陪一下 嗯 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不是跟你们说了吗 没事别来找我 我们找不到位置 不敢乱做 妈 我们现在人在屋檐下 先忍忍吧 一切都等我恢复功力再说吧 对 你说的没错 我先不搭理他 等你把他取回家 我再好好收拾他 妈 你消消消息 他们怎么来了 原来如此 难怪戴上面具 原来是做了别人的情妇 没脸见人呢 乌长老 您大家光临 有些远迎啊 妈首夫 您还是神采飞扬啊 借宁举言啊 乌长老 上座 上座 哎呀 你看不看 这光是一个长老 都这么气派呀 怀安呀 你要是见了罗刹王 可得好好讨好罗刹王 争取啊 让他在京都 给你谋个职位 到时候 看那两个女人 还怎么在我们面前得意 放心吧 妈 哎呀 二位远道而来 横逼生辉啊 马首夫 小小心 望您笑纳 小小礼物 不成敬意 感谢二位 感谢二位 五长老 祝马首夫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哎呦 婆您的福 谢谢五长老 您请 周长大人 大驾光临 一份婆理 不成敬意 来往马首夫笑纳 谢谢周长 诸位这礼物 马某实在是 感激不尽 马叔叔 这是我朋友 楚怀安 马首夫 小小礼物 请笑纳 那就 多谢楚先生了 感谢各位 太热情了 妈 那不是前两年在商场欺负我们的那对母女吗 你看她那衣服 就是那天抢我的那件 我一定让她好看 不要轻轻妄动 今天是你爸的生辰 别坏了她的大事 一切等夜会过后再说 马首夫 今日生辰 特带上薄礼恭候 这算什么礼物 不过是随手写的一个字罢了 还敢拿出来当受礼 简直笑死人了 是啊 这和前面前面的礼物比起来 简直不值一提 怎么 你们是看不起这个字 还是在你们心中这个中字 就这么轻吗 这位女士 您言重了 这字 虽简单 但意义深远 来 夫人 赶紧收下 夫人 您就是正成陈首夫的女儿 就是这个女人 她杀死了你的父亲 什么 来人 这个闪人犯给我抓起来 我看谁敢 诸位 今天是马首夫的大喜日子 何必为了些许私怨 坏了大好气氛 来者都是客 有什么事 等生辰宴过后 再意不迟 学长老说的是 我们今天 大家要以何为贵 以何为贵 这个事 不会轻易就算了 来来来 大家继续 别算了大家的信 继续 各位 各位来宾 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能够光临 使我这里 蓬毙生辉 今日 我也备了这 珍藏三百年的佳酿 我要与君同饮 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且慢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马首夫这酒 怕是不简单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的意思是说 这酒里有人下毒 酒倒是没毒 但这化工伞 可是分量十足啊 什么 化工伞 化工伞 那可是会让人 武功济世的毒药啊 而且没有解药 你胡说八道 你你你 你这分明是在污蔑我 我怎么可能 会给各位 下什么化工伞 化工伞 什么东西 我都不知道 污蔑 我为什么要污蔑你 这酒早就被人 下了无色无味的化工伞 一旦饮用 功力 就荡然无存 你凭什么这么说 有什么证据 马首夫好心 拿出三百年佳酿 你居然诬陷他 下化工伞 不过是一个 信口雌黄的 无名小卒罢了 大家不要信他的鬼话 没错 这女人我认识 她以前不过 就是个卖猪肉的 凭着自己的几分姿色 成了周长的玩物 所以她才能进 这个宴会 她的话 我绝对不信 好大的胆子 竟敢在 马首夫的寿宴上 大放厥词 你究竟案的什么心 没错 不过是一个杀猪的 你有什么资格 站在这 马首夫 赶紧把这个村妇 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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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信 那就喝吧 乌鸿雪 在 你到底是什么人 有本事 把面具摘下来看看 把面具摘下来 把面具给我摘下来 就凭你们 也想知道我的身份 你 江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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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算来了 你不是最讨厌这个女人吗 快把她抓起来 她 她的话 就是我的意思 难敢有违抗者 杀 这江战神怎么回事 怎么借这个卖猪肉的说话 谁知道啊 说不定 她又爬上了江战神的床 你们俩说这酒没毒 那你们喝了 你是清白 怎么样 你以为我们会中计吗 你们就算不喝这个酒 就觉得我没有办法了吗 什么 难道还有其他毒计 不错 我在宴会厅的熏香中 也加了无色无味的迷药 可能现在各位已经赶到头晕目眩了吧 这民药来自南洋 叫七星海棠 修为越高的人 越难抵挡 今天别说是江战神了 就算罗刹王亲临 也别想逃脱 你以为不让他们喝酒 我就没办法了吗 他们都没死 包括你战神 江莫涵 也得死 你们居然勾结南洋 别说的那么难听 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 这个毒 二位长老可熟悉 你怎么会有这个 我只是比你们早到了一些 这么凑巧 刚好看到了下毒的人 被我抓起来了 不 不可能 我要杀了你 吴侯玄 这个女人 兴许只是江莫涵的情人 你居然如此糊涂 薛长老 裴长老 你们现在认罪投降的话 或许主军 还能看在我们之前 并肩作战的份上 找你们一命 吴侯玄 你太天真了 发展到这一步 你以为我还会放弃吗 你若是加入了我们 事成之后 我必定封你为王 共享荣华富贵 没错 使食物成为俊杰 吴长老 你考虑一下吧 薛英 你背叛了罗刹王 企图篡位 你是罪不可赦 我吴侯玄 誓死效忠于罗刹王 绝不与你等监定为伍 来人 给我拿下 不要抓我 我也是费兵无奈 被他们逼的 妈 怎么办 江战神 只要你肯放过我们 我们一定全力用护你为大下国新王 给我抓 胆敢有违抗者 杀无赦 是 这一切都是你们逼我的 看来 他们早就勾结了满眼窝口 传我的令 不管他们走到天涯海角 都把他们给我抓回来 查清楚 只要跟今天有关的造反者 杀无赦 是 是 江战神 玉母大人 佼佼 请留步 你还有什么事吗 江战神 玉母大人 以前跟你说什么对 我不该那么对 佼佼 你们大人有大量 原谅我都罗马 放心 我以后一定好好待佼佼 楚官 我已经跟你没有关系了 你不要再叫我妈 叶 怎么就没关系了 你们的结婚证 可还在我手里 就是 你现在还是我老婆 你们 你们真是无耻 怎么 你还不想承认 你要是不承认 我就拿着你们的结婚证 让整个京都的人 都来评评理 江战神 玉母大人 舅舅 求你们给我一次 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找死 敢威胁他们 江战神 你看 我们可是有写婚证的 萧月星 他不能摆脱我们 那你想怎么样 那 那你现在 既然攀上了高枝 那也不能忘了我们母子 我们母子 也没有别的想法 就是想跟着你们 想想轻浮 你们可不能 不管我们呀 想浮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行啊 既然你们这么想跟着 那就一起来吧 林小战将 给他们安排辆车 既然他们愿意跟 就让他们跟着吧 是 跟我走 在做你们实践 妈 你为什么要让楚怀恩和李贵梅他们跟着 娇娇 有些事不能只看表面 你爸在调查南洋倭寇动向时 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线索 什么线索 楚怀恩在背后跟南洋倭寇有联系 而且次数频繁 所以我们留下他们 或许能以此为耳 引出更多的印象 我明白了 妈 你是想通过楚怀恩麻痹他们 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 没错 我们娇娇真是越来越聪明了 你要记住 以后他们要是再敢欺负你 你就使劲了 妈 放心 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只会忍上的小女娇了 我现在已经开始练武了 要是楚怀恩再敢欺负我 我绝对不会忍气退圣 就算那个肖无双 他棒上了江战神 就能如何 咱们还挺乖乖的带上我们两个 那俩 想要甩给我们 门都没有 你说的对啊 妈 纵使这肖无双现在风光无限 但她毕竟是个卖猪肉出身的女人 还带了一个这么大的托运品 将战神怎么可能真心带她 我看 用不了多久 她就会失宠 对啊 儿子 你得抓紧时间 赶紧讨好肖月娇那个死丫头 让她在江战神面前 帮你说说好话 争许在京都 给你谋个一关半职的 等她那个妈被江战神给甩了 那咱们国子俩 在兴都也能扇门脚跟啊 是不是 妈 你放心 这是我保证能给你干的 妈 你放心 这是我保证能给你干的 喝上车吧 你想干什么呀 啊 你 你你你 小肚崽子 你故意的吧 哎 哎 算了 别跟她一般见识 走 吃两家 在罗少王和江战神面前耍起风 叫几大小姐 紧着这自寻死 这战神服也太气派了 看来啊 那个卖肉的 这次是真盼上高正的 儿子 这次呀 你可一定要听妈的话 紧紧抓住萧月萧 让她在江战神面前 为你多说好话 放心 我心里有数 岳母大人 我们住哪啊 佼佼 你来安排吧 那就请二位住在府中的杂物间吧 那里宽敞 多安静 那就请二位住在府中的杂物间吧 那里宽敞 多安静 啊 什么 杂物间 我可是你婆婆 你怎么能这么对待我们呢 活泼 但我眼里你不过就是一个欺软怕硬的老太婆爸 要是不想住 大门在内部 紧自便 来人啊 把这两个人丢出去 来人啊 我们住 住 住 萧月娇这个死丫头 他反了天了 虽然我们住这种地方 行了 妈 少说两句吧 现在寄人篱下 忍什么 忍 你让我怎么忍 你看看他那个嚣张的样子 连续把我们放在眼里 等江战神把你妈给甩了 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哇 妈 这些都是给我的吗 我感觉像在做梦一样 当然是给你的呀 这些都是我跟你爸特意为你准备的 谢谢爸妈 我很喜欢 这些年 我没有尽好一个父亲的责任 以后啊 我会好好补偿你 喜欢就好 来 让妈妈帮你化个妆 换上这些新衣服 看看我们的娇娇 有多漂亮 小战将 你这副模样可真的 咋 多余姐 我就是看你他好看了 我一时失态 对不起啊 鸡腿脏了 别吃了 你说这个战神府 那个下人也不给我安排 饭也不给送 是想把我们给饿死的吗 我看他们能嚣张到什么时候 想吃饭 那就自己做吧 初华 让你过来试吃白饭的吗 还不赶紧把院子打扫打扫 你 还有你 老太婆 我饿了 该去做饭了 你 真是烦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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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婆 你做饭的速度真是太慢 我都快过去 你先把你自己做 看来你是这样的动物 叫我送我家 你让我自己做 你自己做 你什么你 我说你两句怎么了 薛薇雕 你别太过分了 不是过分 以前你们打我的时候 怎么不见你们受过分了 现在我不过碰了你妈一下 你就不敢了 我跟你拼了 你别笑 怎么现在是当心的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拼了 战神你能住就住 不能住 你给我滚 你 你不会真的赶我们走吧 是吗 那你大家可以试试 小小 我们知道错了 饭马上就好 饭马上就好 你们给我记住 这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 以后都给我安分 否则 后果自过 小小啊 那个饭已经做好了 你快尝尝 看看合不合你的美口 这什么玩意儿 倒 你不知 你从来不知赌斗吗 做成这样 是要不知赌斗吗 你太过分 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端端我面前 把桌子收拾干净 别再让我看到这些垃圾 主上 刚才大小姐在打老太婆的时候 别提有多解恨了 妈 我刚才的表现您都看到了吧 当然了 我的宝贝 但是你还是太心软了 心软 可是我觉得我已经很严厉了 不过妈 既然你说了我可以更加严厉 那我可得再接再厉 让他们早点学乖 我想吃正成的豆角了 府里不是有块空地吗 你们两个去把它开堵出来 种上豆角 你看府里不是有瞎人吗 让他们去做就好了呀 是啊 我一个大男人 怎么能去种地呢 大胆 夏日做的我可不爱吃 就想尝尝你们亲手种 怎么 不乐意呀 初环 愣着干什么 做我没吃饭吗 我已经很快 还不快点干 小夜宵 你这么对我们 你可不怕遭天强吗 遭天弃 当时我一个人下地搬玉米 邻居们都有收割金 不准我用 后来众数晕倒 是个女人打净的 现在知道说遭天强 你也跟见你们看过天强人啊 还不吃饭 中午还叫荡吃饭 不不这就加快速度 放来了 二位辛苦了 你个子丫头 你拿狗盆子给我们吃饭啊 有的吃就不错 像当年我干完活之后 你们可是别给我好脸色 甚至连一口饭都没有呢 怎么 不想吃 那我可就扔了啊 别别别别 我们吃 我们吃 学狗吃 怎么 你们忘了当年让我像狗一样 在地上爬来爬去 现在 也请你们好好尝一尝这个滋味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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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行了 受不了啊 这日子一天没法过了 比死都难受 儿啊 妈也受不了了 你看看小月香 那个死丫头 啊 心肠如此带重 比我们当年 可过分多了 妈 罗茶王本来对我就另眼相待 要不然 也不会让周长辞住我呀 我本来想要等着罗茶王出现 休了相遇叫那个丑娘们 让罗茶王帮我恢复修为 我把大小姐给娶了 可没想到他到现在都没中间啊 对啊 不行 我们等不了 没错 不能再等了 再等下去 我这条老命 真正交代在这儿啊 我现在就给人决心 我就说 他在条件咱答应了 好 我们怎么可能会偷战神斧的东西呢 就是 我们怎么可能会偷战神斧的东西 你们没偷东西 那这里面的古董 怎么都印着战神斧的标记 看我把你们这两个偷东西的贼 赶出战神斧 滚 消灭什么呀 消灭 快 你就消灭不起来 佼佼 记住 对战的时候 一定要找到对方的弱点 以及 必杀 妈 我记住了 主上 现在外面都已经流传起来 说是 罗刹王早就死在了二十多年前的那场战役里了 华夏国早就没有罗刹王了 楚环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你上不敬长辈 下不敬老公 还天天虐待我们 山神斧 我们待不下去了 对 我没有离开 好啊 离开可以 不过 小真子 给我搜身 是 你干什么 是啊 哪里 我说你们滚蛋就滚蛋 怎么还偷东西啊 你说 这本来就是我们的东西 我们怎么可能会偷战胜斧的东西呢 会 嗯 嗯 这个楚怀恩真蠢 当初怎么会把娇娇嫁给救了个蠢货 妈 不怪你 是我当时被他骗了 所以才被他不嫁 主长 要不我把他给 嗯 把这封信放回原位 他既然敢算计大侠 我就陪他好好演绎出去 是 那南阳那帮人是不是也来了 果然什么都逃不过主上的慧眼 南阳那边的人的确已经到了京都 现在正在京都轿场 设下比武擂台 挑衅咱们打下子 哎 林小战将呢 林小战将正在京都轿着盯着呢 走 去会会他们 好 漂亮 什么人都敢跟我打 你们打虾馆没有人了吗 你们打虾馆没有人了吗 南阳第一打架 果然名不虚传 没错 你们这些南阳窝寇也太欺负人了 要是我们罗刹王在 有你们好受的 这个南阳窝寇 简直太欺负人了 你们的罗刹王早就死了 你们居然骗我们这么多年 真是无耻 你们这群废员有本事就上天给我打 我来 我来 这不是战神虎步七眼的小战将吗 怎么 好这儿来出风头了 区区一个小战将 也敢来挑衅南阳的顶尖高手松井四根 你是不是嫌命太长了 你这些背叛者 既然勾携外敌 与南阳窝寇为伍 你们迟早会自食欺负 我们会不会有好下场 不劳你费些 但是你们 今天肯定不会有好果子吃 你们简直太无耻了 勾携外敌 背叛自己的国家 你们还有什么脸面站在这里 废话太多了小废物 你到底打不打 不打 就鼓励一下 任书盗窃 别浪费我时间 我走 我不怕吓人 我学不会像你们这群人低头 这可怎么办 怎么办 你不认识 任书的话 我可以饶你 就快不行了 就是 在我眼里 你是一个不堪意志的弱者 送进四根 我们华西亚的精神 不是我言语能形容的 我宁愿被你打死 我绝不认输 那我就成全你 让你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绝望 好 不不不 认不认识 不是 你以为自己很有骨气 那我告诉你 骨气在实力面前 一文不止 去死吧 小斩将 小斩将 你没事吧 怎么样 大小姐 我没给华夏 提供人 尽力了 快来人 把他送去医院 小斩将 你不能出事 我们还有江战神 他一定会为我们华夏国争光的 他 是我们的英雄 对 打败那些南洋倭寇 让他们知道我们华夏的厉害 你们南洋这次 是彻底惹到我们华夏 那又怎样 你觉得 你能当住我们吗 华夏 不过如此 只要有我江战寒在 你们这些南洋倭寇 就休想伤我们华夏 一分一毫 小斩将 你不觉得 你的胸口一直刺痛 听不起一点力气吗 卑鄙小人 竟然敢用如此卑劣的手段 手段 这只是刚刚开始 你们华夏的强者 也不过如此 江战神怎么了 看起来有些不对劲啊 一定是那些南洋倭寇搞的鬼 他们太卑鄙了 卑鄙小人 你们对我做了什么 我在战神府的时候 跟你下了毕落心 你现在修为解释 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 你这个华夏国叛徒 就是你这个华夏叛徒 给我滚出华夏国 真怕我有什么用 要怪 就只能怪你们战神的情妇 不留情面 废我武功 你是战神又怎么样 我还是栽在我手里 楚怀恩 你竟然敢用如此卑劣的手段 对我 这个怎么办 没有一个人是松井刺根的对手 完了完了 江战神没有修为 那我们岂不是完了 没错 你们华夏完了 你 从现在开始 学营就是华夏的新王 华夏的国境线 后退 一百公里 每年想我们上宫 一百亿 你们有意见吗 没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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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格亚鲁 他是谁 你是谁 竟敢在这个时候站出来 我是谁不重要 华夏的荣耀 绝不容易如此践踏 是你 是你杀了我女儿 你居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他是谁 让你如此实态 莫非 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他属身份 他是江战神的情货 就是他 杀了我女儿 我到处在找他 要杀了他 为我女儿报仇 你想到他居然还敢出现 大师 一定要帮我杀了他 为我女儿报仇 其实一个情妇 居然敢在这个时候站出来 怎么 你们打下国没人了吗 需要一个情妇 出来成场子 真是可笑 我虽然只是一件女流 但我身上有点功夫 今天我就要挑战你们南洋 第一高手 就凭你 也配跟我比 不自量力 配不配 不是用嘴说的 李副官 是 你先休息一下 怎么 你是不敢跟我比吗 既然 你这么想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宋景军 让他知道知道 什么是失礼之间的察觉 放心 我会让他后悔的到这个世界下 对付一个女人 手拿把架 那就开始吧 让这场敌事成为他的当身之地 也让所有人都知道知道 要求我们南洋 你走手的下场 纸笔舞 有什么意思 江左大使 不如 我们加一下筹码 你看怎么样 你说来听听 如果更有趣 我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我输了 就按你说的 我们 退让国境县 还会奉上华夏所有之宝 哦 大侠国的之宝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 但 要是你们输了 你们不仅要退让国境县 还要再把那块牌扁吃了 这是不是有点过分 你个 区区女流之辈 你凭什么代表华夏国 做这样的设定 怎么 我只是一剑女流之辈 难道你是怕了 就凭你 也让我们害怕 江左大使 请放心 我不会输的 别以为戴个面具 我就不知道你是谁 一个卖猪肉的女人 就凭你也配跟松锦丝 跟比武品 笑话 应该卖猪肉的 你说的可是真的 没错 她原来是我岳母 在正常的大街上 卖猪肉 什么 她只是个卖猪肉的女人 完了完了 她竟然是一个 卖猪肉的女人 她竟然敢这样 跟南洋大使说话 我以为她有多厉害 没想到 没想到竟然是一个 卖猪肉的女人 这完了 这 这她怎么打得过 那就开始北报 我们来玩场咋的 口说无凭 还是立下自聚 李副官 走 请光沐 赶你了 既然这样 我们开始比武吧 花姑娘 大达的 要不要我让你两招 我怕你一会儿 哭鼻子 宋警局 不要防水 这可是关乎我们南洋的大事 好心吧 不会防水的 小 你妈没有教过你 不要轻敌吗 会死神的 敢说我们华夏是病夫 给我吃了 死了 江左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你没有中毒 你是装着 我要是不骗你 你怎么能签那个协议 那 你到底是谁 看见罗刹王 罗刹王 起来吧 罗刹王 他真的是罗刹王 罗刹王没死 他回来了 完了 这次真的完了 我们怎么可能斗得够罗刹王 你告诉我 他就是个白肉的 他不可能是罗刹王对吧 啊对对对不对 他他他怎么可能是 这怎么可能是罗刹王呢 他还有是罗刹王的话 那行月江就是大小姐 我都干了些什么呀 他本来就是我媳妇我 啊 哎 那小月江 那个丫头那么喜欢你 只要你去跟他道歉 他一定会原谅你的 到时候 你还是罗刹王的女婿 对对 妈 我这就去给他道歉 江左大使 你签的那份协议 还算数吧 你们骗人 我什么时候签过南洋的协议 简直是荒谬 既然如此 南洋 就是我们大下的死地 你不要太嚣张罗刹王 我们南洋 也不是人人欺凌的弱小之国 实话告诉你 我们在边境 存兵三十万 只要我一声令下 我们的鬼田大将 将会率军 长群之入 到你们华下 到你们华夏经内 哦 是吗 那我就要让江左大使 见一个人了 你说的那只龟 可是这只 江左大使 可救我呀 我不过是睡了一觉 一觉醒来 就被抓过来了 可救我 现在 算数了 太庆了 太庆了 两位长老 这是要去哪呀 陆茶王 求求你 看在我们曾经 逼劫作战的份上 饶了我们吧 我们只是 猪幽蒙了心 对对对 饶了我们吧 饶了我们吧 饶了我们 但凡你们只是 想着谋权篡位 我都能留你们 一条命 可是 你们居然通敌 卖国 这是私人罪 至于你们 我真不知道 您是罗超 您留位一命啊 毕竟 我还是叫 叫他老公啊 您留位子 是啊 罗超 您先 找我们吧 你居然 还有脸 提娇娇 居然 敢勾结 南洋 窝口 口子 耐驳 跪下 来人 把他们四个 给我拉下去 斩 立 绝 是 犯我大下者 虽远 必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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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斩将 你好点了没啊 感觉好多了 谢谢你啊 没事 你呀 你说你在擂台 逞什么强啊 明知道我妈 他们有计划 我就是看不惯 那些南洋人 太嚣张了 你就是个傻子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忘了你还有伤 我看这个小战将 还不错 嗯 陪我们娇娇 还差得远呢 莫涵 一直等着我和娇娇 真是委屈你了 何来委屈啊 跟着主上 这就是我应该做的 以后 你不再是我的属下了 啊 主上 是不要我了吗 是属下做错了什么吗 没有 你做得很好 愿不愿意 与我 共享这华下的 繁荣与昌山 主上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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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